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墨西哥躺著中槍 特朗普濾跨美股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213點 收報26850 成交有841億 今日港股的跌全因都是特朗普 今日5月31日是5月份月結日 如果你看普通股票來說 今日當然都當是五窮月 但實際昨日期指已經結算了 如果用大戶的角度來看 今日已經是六卷月的開始 所以踏入六卷月 跌穿27,000 然後準備一步步下市 調整升浪的61.8% 去到26733 是很有機會的 這個目標位 最近都講過很多次了 講回今天的題目 墨西哥躺著中槍 昨晚美股收市之後 美國總統特朗普 他又在Twitter無端端發文 他就說 在6月10日開始 就會向墨西哥進口的商品 加徵5%的關稅 直至到非法移民 不再經由墨西哥進入美國為止 並且警告關稅將會逐步增加 直至到非法移民問題 就獲得改善了 嘩 大家明白了 小時候突然間一覺醒來 又說他的商品要增5%的關稅 還說會越來越增得多 當然了 雷道當然是全球又為之恐慌 因為現在見到美國 即是大美國主義 American first 這件事 即是無法無天 隨便美國總統突然間 可以發號一個司令 行政命令 就說 跟你開戰 當然不是真的打 是貿易戰 這樣又要加關稅 搞到其他國家 可能會不會人心惶惶呢 這樣會 這樣的情況下 搞到什麼呢 現在美股期貨 今早已跌200點 在這個時候 大概跌280點左右 都幾接近300點 實際上 美股本身已經急急可危 昨天和大家在視頻時 已經說到道指已經出現了頭肩頂型態 而這個禮拜和大家已經說過 美債息已經倒掛 兼且跌到18個月的低位 在這個時候還要搞這些事情 肯定是濾跨美股 所以我說特朗普濾跨美股就是這樣 我們先看看道指的幅圖 道指呢 藍色的條線是250天線 跌穿了 昨天 昨天 星期三晚已經跌了下來 跌穿了 昨天晚上 反彈一點 但沒有升穿到頸線之上 連續兩天已經收到頸線之下 今晚 如無意外 都應該收到25,000之下 因為現在一開 已經說跌2,300 如果在25,000之下 即是怎樣 今晚就確認跌破頭肩頂的形態 之後就要量度跌幅 就去到22,900 或者更加低都未頂 甚至乎 你有沒有機會回到 之前這個12月的低位 不要說沒有 因為現在的形勢 都相當惡劣 形勢 美股剛剛開始跌 為什麼惡劣 因為你要看債市 這個美國十年期債息 跌到兩年一六八 昨晚還是兩年二幾 今晚 美國未開始 都跌穿了兩年一六 已經跌到兩年一六幾 一路十級而落 一浪低於一浪 最慘的是什麼呢 短期的票據息一路跌 但是 它跌得不夠長債息快 一年期現在的利息 跌到兩年二九 那現在 它更高於 十年期債息 是0.13 你都不要說不多 這個倒掛了這個現象 就是說一年或以下 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 一年即是十二個月 這些息全部高於十年債息 自然也高於兩年三年五年七年 這個倒掛現象非常之嚴重 反映出美國 德國接下來的一年之內 衰退的機會是極高的 事實上 今次這個事件也嚇怕了全球的投資者 現在大家都只是湧入到債券那裡 德國的債息又負利率 又創了 負得最多的時候 即是債價最高 負息又負得最多 很恐慌 那回來 開始影響到其他市場 先不要說中港主 先看亞太區 另一個很重要的市場 原本這個市場 不是很大的事情 沒有什麼受到影響 這是日本 日本原本今天之前 這個頭肩頂形態都未成立 美股都跌穿了 星期三已經頭肩頂 他都仍未是 因為都仍是特朗普去日本 好朋友 兩國好像沒事 今天跌穿了頭肩頂頂線 如果你照量照度 又是回到什麼 去年12月的低位 19,000元 甚至是更低 日本股市如果出現了這個現象 未來兩個家的日 想不能回到項線的話 那就慘了 環球市況 包括這些本來都比較硬正 即是特朗普去到好朋友的 那些國家的市場 都開始 那些錢走了 避險了 走去可能 湧去債券那裏 那你說 環球的未來有一波 跌狼都不出奇 這就是因為特朗普 最近實在太過倒行逆施 大家都猜不到 密西哥躺著都中槍 睡一覺醒來 又要給人加關稅 這樣的情況下 環球的投資者 當然是避險為上 好了 講回我們最貼身的 中港股市又如何呢 中港股市 特別是內地市場 相對又穩陣些 穩定些 不是說它將來如果外圍暴跌的時候 它不需要跟著跌 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最近相對是穩定些 因為一來本身已經是一早跌了下來 因為在4月的時候 一下子急跌都跌得多 跌10% 跌了下來 二來阿爺都頗有決心 要穩定局面 我講了很多次 不要小看這個決心 所以你看到上證指數 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 現在在2月22到25日 這個上升列口之上 這樣叫做打橫閒 雖然今天內地公佈了 5月份的PMI數據 挺差的 上個月呢 上回到50.1% 今個月呢 5月份的時候 又下跌了0.7% 去到49.4% 即是跌穿了50% 榮股分界線之下 即是反映出 內地製造業又再收縮 按照這些情況 市應該要下降 但是實際上 今天呢 不是怎麼下跌的 外圍都很風雨飄搖的時候 下跌了7.0.24% 都是打橫行區 而人民幣匯價呢 也都繼續守住6.92這個位 即是美元沒有升穿6.92 即是阿爺頂住人民幣的決心 都挺強勁的 至少這一刻呢 你未見得到它可以 人民幣可以跌穿6.92這個位 這個時候 港股原本上午的時候 都守住2萬7位 守住的 上午的時候 一跌到2萬7邊 就有得反彈一下 但是去到下午的時候 終於都頂不住 因為美股跌得很急 美股越來越跌越多 所以港股市場越來越擔心 結果下午的時候 最低跌到2萬6千8百50 今天收26901 收市的時候 跌幅跌少大概50點左右 但是都跌了213點 後市點都是反覆 跌到0.618的調整幅度 即是26733這個水平 什麼時候會到 快則可能下個星期就會到 但是之後會怎樣 之後的形勢 你現在看得到 美國那裡開始跌 日本都可能會跟著美國頭肩頂下跌 但是中國是穩的 我猜下一輪 港股都是要跌的 但是可能跌幅 就沒有美國那麼多 但是不要說它不跌 它都是要跌的 那會不會又好像美股那樣 回去 或者好像日本那樣 會要回去這個去年的低位那裡 都有機會的 下回去2萬5 或者2萬6邊先 一級級地看 所以大家都是要做好風險管理 不要只是在爺爺那裡頂著 就沒有市 是會跌幅會較方緩 也都你看得到 某一些股份 中資股 最近在低位那裡 不是很跌的 不過今天不講這些 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整體整個大事 都還是偏遠的 六絕月 大家做好風險管理 今天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